为什么有人会说 谢娜这辈子都当不了芒果一姐 谢娜曾在某档节目中自嘲 明明手握过一粉丝 还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太阳女神 但为什么谢娜就是当不了芒果一姐呢 2008年的跨年晚会上 谢娜的一句话 直接让自己专业能力暴露无遗 如果这一次还能以口误带过 那么在2012年的金英节班奖典礼上 谢娜的骚操作也让人直呼看不懂 当时台下正做着一众主持界的前辈 或许是拿了大奖兴奋过头 在台上的谢娜竟直接脱口而出 这样的话或许就只有谢娜自己能笑得出来 不仅如此 在2014年的金英节上 谢娜和康辉同台主持 但谢娜的几句话却让康辉顿感无语 但凡谢娜有点智商 都不会说出编和演这样的词 如果说以上这些 都证明了谢娜的专业能力不足 那么接下来的这些 则说明了谢娜的人品有问题 从人见人爱的太阳女神 到让人失望的拉胯女主持 谢娜到底哪不走错了 2014年 在某一期快本开播前两天 谢娜在网上晒出了一张 黄多多掐自己脖子的照片 这让不少不明真相的网友纷纷 向黄磊妇女开炮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其实当时谢娜正在给大家表演魔术 但遭到了黄多多的拆台 于是她就直勾勾地盯着多多 甚至还上手下多多的脖子 或许是多多感受到了威胁 所以直接推开了谢娜 也正是这一个动作 让谢娜先发制人引导舆论 节目播出后 谢娜不出意外遭到了不少人的谩骂 但谢娜的骚操作还远不于此 在参加妻子的浪漫旅行时 谢娜因为钱不够 向包文静借了3万澳元 但最后归还的时候 却只还了3万人民币 要知道1澳元大概等于4.7人民币 也就是说 包文静这波直接就亏了10万元 在包文静的追问下 谢娜却直接表示 包文静太计较了 对啊 咱们汇的是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他们家就是这么样 贵本吗 他们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把包文静实在是太计较了 要我都不好意思提醒 我就说已经收到了 也不知道说出这句话的谢娜 还记不记得 自己一直追着沈腾让他还钱的场景 你脑筋有问题 我讲这句话你也相信 原以为成龙大哥的这句话 只是在开玩笑 但没想到同样的话 刘德华也曾说过 要去香港什么地方玩的话 你会建议我们去哪里吧 你要 你要去看电影 你要点精神的物 至于两位大佬 为何给出的评价一致 或许网友们早就给出了答案 曾经在网上 有一个关于谢娜为什么讨人厌的话题 浏览次数多达五亿五千万次 而这个话题的评论区 更是有25153条不同样的讹评 这些年谢娜在主持上的槽点 和做货的邀家起来 都能为地球一圈 谢娜的一系列骚操作 哪怕是她自己的粉丝 都无法为她洗白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 让只活了1.4万天的谢娜 能被网友们挑出 两万多条不同样的错误 我想这其中的原因 大部分都是因为她那主持风格 早年间谢娜靠着自己查课打混 搞笑的主持方式劝了不少粉 但时间一长 大家就会发现 谢娜的搞笑完全是建立在 伤害别人为基础商的 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 观众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不仅仅只局限于搞笑 内容质量 三观和主持功力 都是大家十分注重的 看的东西多了 自然就发现 谢娜的主持完全就没有内涵 网友们对她的评价 也是清一色的人生浅薄 并且谢娜明明跟了何老师20多年 却一直没有任何进步 如今快本也被整改停播 也不知道离开了何景的帮助 谢娜还能走多远